首席 由院長 蘇願長 各部會首長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有請蘇院長 蘇院長 請 蘇院長 早 委員長 您好 蘇院長 最近為了防疫 院長和行政團隊很辛苦 全國的人民都有感受到 您辛苦了 感謝感謝 大家都辛苦 整理剛剛我們臺灣的確診力破百 蘇院長 你怎麼很煩惱 怎麼擔心 我們隨時都這樣 最均勢的態度來面對 現在歐美各國 疫情很方便在拉情報 我們臺灣很多海外的留學生 都買不到口罩 家長也有想要嚇口罩給孩子 但是因為我們的口罩是有管制嘛 所以現在也無法帶人走出來 請問議長 我們有什麼方法是說透過外館 叫外館給附近的孩子 或是有什麼 想辦法開放 或是收拾保分 不要說完全都沒有 那些孩子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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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到黃皮膚的學生都被歧視 一定有辦法做一些開放 或是有條件的開放 讓孩子可以拿到口罩 這時候我們特別要感謝黃皮膚 特別要用個人的管理 也買口罩來給我們家義理的故障 這實在是很不簡單 事實說 我們臺灣就是這個水晶 我們有早前 趕快把關節出口 還有大量來生產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臺灣在買這個水晶 已經很方便在這裡也能說人人買得到 在這裡也全世界最適合 那就是說這個時候在外館 就是我們外交部社會外館跟他的館宿 如果外交部都有經過 我們的支援中心的同意 都有送出外館 這裡外館我們的當年 工作人員跟他的館宿 都可以在這裡需要的水晶 但是在外館我們的同胞跟我們的學生 這個時候是不是有辦法 說配到外館 送給在那裡的學生 還有我們那裡的台胞 我們的同胞 目前還沒辦法做到這樣 因為這有兩種經驗的人 所容我們這時候 還在關節中不是無限的 第二點外館怎麼有人力的困難 所以這時候說送出外館 所有在他們的國家很大 說都要來到外館也有它的困難 如果在送送送料也要有優寒 我們是比較有條件的開放 譬如說 不然家庭不可以駕幾十個 這樣幾十個駕 讓小孩這樣 不然小孩在那裡很可能 也不可以回來了 有啦 這點有個家庭說 我們盡量再生產有很多 第一點 第二點 在我們國內的同胞 我們國民用十元的名字 在那裡買水晚上的同時 我們也漸漸到一個程度 我們可以同意 相關在我們這兒的同胞 在一定的素容 一定的紀憾 來教他們一定管理的親郎 如果這樣 我們有準備 這樣在計位 不過目前還沒到這個看法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說每一週 要送給美國十萬塊 我們現在的日產量是一千萬 所以我們當時要開放 我們現在口罩當時可以開放 可以走出去 是啦 我們現在不只一千萬 已經超過一千萬了 一天 但是因為我們有兩千三百萬 所以一千萬 我們一禮拜才可以領兩個而已 沒有 那你是看 沒有 不只兩個 現在 現在 你要知道說 還有一部分是 讓我們的第一線 醫療人員 工作人員 這 我們 讓他們都不用再排隊而已 直接工作上都領得對 另外一種是 你有 身後白痴 比較需要 比較接觸在白痴的人 我們後來的這種人 這都不用 還有 手機 或是火車的家屬員 這我們都有特別經驗 都有 所以這部分 你都不知道 你看到是 你看到是 去 無償的分 去郵求買的家 這是一部分而已 這樣好 再來請問議長 我們世伯仔 意大利 最近 疫情很緊張對不對 如果說有孩子想要回來的時候 我們幹部做什麼安全措施 我們有做什麼安排嗎 這我請保重 幫你報告 跟委員報告 我們海外 這個留學生 尤其是歐洲的 他們說要回來的時候 他們要沒有記票 要是說 需要特別安排的位 我們外貫都可以到三天 這都沒問題 目前是說 要不接到 我們在歐洲的留學生 有跟我們說 他們要回來有困難 因為可能他們還有在背 所以回來是沒問題 對啦 因為那孩子在外面都被歧視 現在很多家庭都反映 那孩子在外面 台灣孩子 是隱私的孩子 防皮膚的孩子 大家都對他們很不好 我問一個問題 消防救護員 他不算是醫事人員 消防救護員 他不算是醫事人員 所以他在送病犯的時候 他患者不必告訴他的病情 及旅遊的歷史 就是不必告訴那個家庭救護員 說他的病情還有旅遊史 所以這對消防員來說 是一段的危險 譬如說最近有一個消防員 他帶一個病者 那個病者 他就沒發燒了 結果 沒多久病人跟他說 你帶到新冠病人 他就開始煩惱了 也不敢回家 他也很煩惱說 我是有去感染嗎 沒有 很沒力 所以這種對消防醫護人員 是一種痛苦 再來 他們的救護的醫療 那些設備 他們自己本身也都不夠 譬如說 他們要帶病犯的時候 他們想要全套武裝 什麼西級裝備 就要有手套 護目鏡 N95口罩 還有連身套裝 容量也很大 舉例來講 我們疫情爆發的時候 影響台北消防局 擔心 三十萬外科 外科的外科口罩 結果去局管局徵收 他們也沒有管道堂買 還要到處求援 但是消防隊 他們缺負的防護衛和隔離醫藥 他們有向指揮中心來申請 指揮中心的歡迎說 你去跟地方政府說 看清楚 政府還要打送那些管齊消防隊 消防局 生一大年也無法可解 一定有 我們有那六百億的紓困特別預算 其中內政府被編了1.6億元 我們不可以得到這1.6億元 如果50點要經由消防政府 你做完 給他們購買防護用品 我請部長 郭委員報告 其實現在蕭鳳接著說要去救 我們第一時間一定要問清楚 你到底是什麼情形發生什麼 我們現在把這個本來我們 救護車出動的那個幾秒 幾分鐘內一定要到達現場 我們平均大概六分鐘到現場 我們現在把這個 因為要問這個了 會把它稍微放寬的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現在包括健保卡什麼 一插進去我們馬上跟指揮中心跟健保局連線 所以這個人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旅遊史 我們的救護車也馬上就會知道 另外就是有關防疫物資 我跟委員報告 我有清新去每一個管制都去問 有去看 清新又去那看 那看他們的防護演習什麼都看了 是這上他們的N95防護衣什麼 現在是充足了沒有問題 現在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委員你說的是哪一個管制的問題 台北管 台北管 清新告訴我 台北管 台北管的防護員 應該是台北管有去看 因為我曾跟台北管 我朋友的兒子 我曾跟新北市的這個消防局長 黃局長我曾跟他在說這個 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能是他看 因為局長說得很清楚 他高級救護員 但是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防護衛所有 他說回來都洗洗洗 沒有可能 立即消費 我跟委員報告 絕對不可能 我曾跟新北市 我曾跟他在說這個 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再去瞭解 到底委員你說會什麼 還是就有一個支援 我就再跟你說什麼 我來瞭解 照說是應該沒有問題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整個存量絕對都說 他說回來 他們處理 回來快洗洗快涼乾 沒啦沒啦 絕對一定消費 就是他們有這樣反應 我知道 我們不會去欠這個 因為這是安全的問題 至於救護員的證數比照這個我也最要求 我覺得你講的這個有道理 我也最要求你這樣放 因為這有些藥藥的醫護人員 我也最要求你這個 第三項 至於說買不到口罩 我怎麼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口罩是由指揮中心 數量齊了以後 由消防署直接寄到各個縣市消防局 所以連消防局都不是經過縣市 我們雖然消防的人士沒有一條邊 但是我們在發口罩是一條邊 所以不可能不交 按照人 絕對有 所以這段我跟委員報告 如果個別你跟我說 我來處理 好 我時間你反了 是是是 抱歉 我們昨天總統宣布 我們要籌似100億 要穩定產業 交通部要推出加碼方案 除了人才培訓案以外 還要加碼 還要加放救命錢 還要直接撥 對旅行業的旅行團的退費 和消費糾紛 和無法投出團的理性 連理管業的員工 和合法民宿都要補助 對不對 總統的理議是真的好 對不對 大家需要救命錢 但是扣掉消費糾紛的三億元 我們那些人還可以搬多少 這是第一點 要搬三千元的理行社 四萬的理行社的完工 不知道多少理行社的理官 還是理官的從業人員發給多少民宿 到底在相關業者的從業人員 平均能拿到多少 我們是不是要怎麼本來 今年疫情已經停業了很多 因為疫情我們停業了很多 飯店削業是不是我們納入這個方案 很多飯店也要削業 例如荔枝飯店 都已經削業了 旅遊業要補助削業的餐飲業 旅遊業也要補助餐飲業 或是餐廳的員工的生計 所以這是救命錢 大家都在等 希望行政團隊比較快 總統高大了 希望大家比較快 大家都在救命 如果更多 還沒付錢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行政團隊 有什麼具體方案 當時要分 要怎麼分 要分多少 請我們趕快嚴厲公佈 這樣好不好 委員 我了解 這裡我剛才請主主席 這裡的相關部會 首長總來 包括您部長代表交通部副 交通部會 相關主管也都搞 就是說 快一點 寬一點 方便一點 我這裡部長最多給您說明一下 我現在是三位第一次針對擴大 觀光跟運輸業的補助 延提辦法 您所看到的這個報導 就是希望對旅行社跟旅宿業 因為這個是受傷最重的 能夠有快速的 然後也有足夠的一個紓困 這個部分因為旅行社是3000家 那旅宿業是大概3500家 那當然民宿業是9000多家 那旅行社它主要的資產就是員工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補助到員工 這個在規劃中 那至於旅宿業 因為飯店它如果沒有裁員 那員工這個照顧 我們能夠減輕它的負擔 先前就特別預算就編列了15億 減輕他們的營運的這個虧損 那我們再加碼 能夠讓員工有感 那另外就是航空業 航空業是比較大型的企業 那總統也有指示 我們透過這一次在擴大 來辦理紓困的時候 要優先納入 能夠讓他們這個融資貸款 大概以500億 這個至少這樣的規模來辦理 那我們當然要做一些信用擔保 其他的這些利息的一個補貼等等 所以我們希望說趕快演藝公佈 也好 也讓我們知道這個要怎麼分 不然大家也在等待 毆毆逮捕 再來 目前大家都吞貨 搶貨吞貨 請 因為長你也有交代說 要延懲延辦 也要請問公平會調查局 目前有什麼具體作為 公平會和調查局 有沒有什麼具體作為 好 就讓委員知道 因為看到外國 要有人在賣火 抽到都空氣 所以有的人可能會受那個影響 其實 愛玩 目前完全不需要這樣 早上說我也特別發表 就是說 我們的火很熟 第一人 你要賣衛生座 其實我們在臺灣生產衛生座 這裡的鋼槍的 這個山林 這麼開到六層而已 意思說 這會有火力前開 所以我有跟 警察部長拜託說 連絡這些相關 好 多的還生產那麼多 沒關係大家要買 你說火太多了 盡量不買 就放心 第二點 我們臺灣是水果的王國 我們臺灣農產品太多 有年要大風修 今年到現在也風修 所以農委會 都火很薄 米 又越多 九十萬元 放在米村裡面 有人發假消息 我拜託 法務部 包括調查局 相關 警察 來檢報 檢証署 都在查 兩位說明話 特別監督 相關這些 賣衛生 賣衛生 是不是有風台 是不是有什麼 今天他們都很要緊 都有查 包括 賣衛生 他們都很要緊 這是民生必需品 我們要看這個好對不對 你有看前衛 那個賣衛生 有一次月 一個月前 我們蓋了一個紅包 現查 原來是不會衛生 什麼上誘 有人在做假消息 我們的 法務部相關 警政室 現查 大家看 沒有事情 所以 我這次 讓委員知道 我們的 部會當年都很要緊 他們都很緊張 大家辦到錢 台灣人民現在很有居準 台灣人民很有居準 這是科研的 請問補長 不請問議長 請問議長 請問議長 你知道世界台商會和大陸的台商 世界台商和大陸的台商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一個說台灣會 一個不可以說台灣會 沒有啦 台商啦 台力的台商和世界的台商 海外的台商就對了 海外的台商和大陸的台商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我們在說的台商 都台商 去中國島主 台灣人嘛 有些中國台商 去中國島主 我們都說是 他是大陸的台商 對啦 除了在世界 像我們委員的世界的會長 總會長 那就是世界國地的拼經濟 這樣 我都來了 所以 議長跟我們部會的官員都很清楚 世界台商和海外和大陸的台商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海外的台商 像我們外交部在說 我們是外交的兼兵 什麼國力的延伸 還是國家的無形資產 我們副議長也在說 副市長委員長也在說 世界台商是我們第二的外交部 那不是我說 那是蔡委員長說的 所以世界台商是 它都配合政府的政策 在世界各地的行動都是聲援政府 這外交部你們應該知道 甚至我們抗議中共的打壓 這也都我們在做的 所以我們在做的 台商是整個 吳委員長罐 海外的台商是我們陳主委罐 沒有啦 台商是我們 對啦 台商是最重要的 這是兩則不同的地方 我們世界台商 海外的台商 為了要鞏固幫助 我們是不是都高了台商 政府都高了台商 你們如果聯繫不夠 你們怕不夠 是不是都我們在打壓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台商 你看 對國家的貢獻 是不是真的 你要看 不是只說這些事情而已 我們組團去法府 我們去叩門之旅 我們也有聲援 我們在高於WHO 我們也都去聲援 去瑞士聲援 甚至我們還要參加 BIA 我們去遊說 去東南亞也都去遊說 我們為了要 讓國家更健康 更嚴重 更嚴重 我們台商是很認真 很判斷 為我們國家在做工作 對不對 甚至我們總統要出訪 其他外國的時候 我們總統出訪 去東南美洲 台商 坐在自己的 飛機票 對總統一直走 我們 那個部長也知道 總統走四個國家 台商也對走四個國家 都拚在頭前去接總統 甚至非洲 非洲我們總統 去非洲 我們也拚去 拚總統的時候 以前的時候 議長你也有去 為了 為了要去接總統 整車 油軟車都去上唱 這應該都要再記住 對不對 裡面有美國的 有水師的 有巴拉貝 東南美洲的 也有阿洲的 全世界的國家 全世界的台商 都跑去接總統 這就是我們台商 對國家的相信力 對不對 再來 台商不是這樣而已 國家如果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是都拚到他們 對不對 關心方面 我們都沒有在計較 你看921地震 巴巴風 再來什麼水災 有的 包括什麼高雄氣爆 包括什麼台南 台南的地震 我們一種都是 真心正力 我們在為台灣 為我們這個土地 在打名 人家說 怕不怕北部山 怕不怕北部山 北部也不怕怕壞 這就是說 我們的國家 無論外秀 我們都是真心正力 為我們國家在設想 為我們國家在打名 所以議長 我直接要告訴你 幫你報告 這是我們台商 對國家的相信力 在這裡我也希望 一定要讓台商 一個輕盈的鼓勵 一定要這樣可以說幾句話 把台商輕盈的鼓勵 非常感謝委員 剛才你說 這我完全同意 在這裡 屬心 老實說 如果在家裡可以好名 三行就要出外 逢中行 逢中行 去說不一樣的國家 來這裡打拚 那實在說 是很大的辛苦 我 因為過去 就有機會 後來 走很多國 有看到台商 在當地 歷政困難 連 有一個鞋 可以打腳 有一個基礎 可以騎 都不會去高雄 不會去台灣 這點是 給我 很大的見譜 也 感覺台商 實在是 真不簡單 尤其 台灣 有困難 有面對 人和災病 台商都 最感心 拿出來 給 高雄 溫暖 這方面 實在說 感謝 在國外 有時候 政治上 還是外交 我們是比較難 受到重重的阻礙是 台商都用個人的管理 來為台灣 來打通關節 公民 這屬性 我也要 知道 說 這不簡單 所以要把 台商在海外 打拚的台灣人 表示最大的建議 感謝 感謝 議長的慶頂 台商不是出走 台商是出國打拚 台商不應該讓國人來誤解 最近 尤其是憲保育 大家晉飛鼓跳 有委員提案 說要修理一個某某人 把憲保育提高 不然在台灣 剛才一百八十三天 就要交 最多的基劇 要交到十萬五千 最多要交到二萬五千 我覺得這是對台商 不公平的地方 因為他們這些人 不是說 出國不是完全好 騙人 也有的是出國吃頭路的 也有的是 因為他在外派 他就對先生處理 也有的是 有的是 要帶先生處理 也有的是 因為先生外派 他就對先生處理 也有的人是 吃老子 小孩在外國 就對到那裡 跟小孩大 所以這些人 一年 絕對沒有回到一百八十三天 甚至一年回到一次而已 但是他們的憲保育 照常要交 他們怎麼憲保育要交 我們的法令就是 你如果有國籍 你就是要交憲保育 你如果在台灣有富製 你就要交憲保育 這他們都沒有萬元 但是這次說 這次就要調整到 兩萬幾 最少兩萬幾 最少十萬幾 我覺得這對他們是不公平 因為憲保他說 憲保黑洞 不是臺商造成的 不是僑胞造成的 所以現在說 現在大家都在反彈說 怎麼會 憲保育 怎麼會法令台商 一竿子打死一船人 怎麼會是台商的問題 絕對不是 這憲保育要出來解釋清楚 對不對 請憲保育給我們解釋一下 跟委員報告 沒有所謂要修理台商 或台商怎麼樣的問題 那完全健保就是量能付費 根據能力來付費 那所有的 所有的國民都是一律的待遇 我們只要確實清查 每一個人的確實的能力 然後根據這樣的能力 跨入我們這樣健保的等級 那就是公平 那現在只是有些人覺得說 海外的所得 沒有辦法在台灣被呈現出來 所以有低腳的情況 那我們也正在研究 怎麼樣讓大家能夠確實 能夠量能付費 達到這樣一個公平的精神 對啦 這個委員我說明就是說 一般是國會國會委員 要拿安裝委員安裝組長 這都幾年委員的這款 我們都尊重 但是在政府的態度就是說 台灣這個健保 是全世界最好 大家也學會了 我相信委員對海外倒回來 一定知道了 比較的經驗 因為這麼好 所以不能讓他倒 所以政務的態度 就是兩個關節 第一 就是要讓他養殖存在 第二就是要公平去府 因為 一個就是養殖 英國可以尊殖 一個就是公平 就是不能說 有人 不照這個能力來搞 這樣不公平 所以絕對不公 要什麼對付台商 收理台商 那是有人惡意 團的假消息 所以委員要用這麼大 因為看他某某 某某英星某某 不喜歡他 然後就要這樣子 其實這樣子不能一桿子 打死一船人 這個我是覺得這樣子不公平 確實說 就是 有人對台灣進步好 全要對台灣說到全全軟位 你講我來洗碗碗 我不是 我剛才說而已 我們都拿去做交費 我年裡都沒 當起來我洗碗碗碗碗碗 那個我也沒 измен 做回來做差不多 對台灣不好 沐天說 彈指不得 擺放這種 blueprint 所以 這拇最軟不是台商 也沒有對於台鄉 但如果健保做得好對台鄉也比較好 台鄉都是很理性的 只要是合理合法 專家來研究人家都沒有問題 合理的 合法的 如果一致性公平性 我們都可以接受 委員 台鄉更多錢就在關 不在計劃這個 台鄉絕對可以接受我們 沒有啦 現在憲法是要跟國民說 健保史的黑洞在哪裡 漏洞在哪裡 這個不是台商 台商一百八十三天 三百 十五天 回到十二天 十五天而已 你也沒有全港一張紀片回到看平對不對 不過這也不是我們政府的一個政策 那立法院有相關的提案 大家可以討論 大家都站在理性的精神 那我們的態度很清楚 就是量能付費 那怎麼樣把一些沒有根據量能付費的可能性 我們盡量讓大家有一個清楚的規則可以來依詢 謝謝 謝謝 來 最後 委員 時間不夠 我現在時間不夠 委員 幫忙一下 好 這樣我最好是大家都了解 台商比較不會對國家有萬元 因為他們的信仰是向我們的國家 結果我們的國家現在向一個手說要這樣 是有人提案 也意圖通過 進入委員會了 我們很擔心 每一個台商 我辦公室電話接不完 大家都在困難 來 最後我們現在 RCEP和CPTPP 現在目前我們看 我們的國家在外面 這兩個圓圈圈 我們國家在外面 我要請問經濟部 我們要怎麼處理 時間很少 拜託比較快 這裡我來跟委員報告 這個CPTPP這個問題 目前政府可以做的 第一 有一些法規 現在修正 現在已經完成十幾個法規 還有四個會期會來調整 第二就是跟國外 這些會員國來交通 第三就是跟國來的這個商業 來交通 可以來達到大家 期待的這個方向來進行 我們的外交管道 有時候 現在這些國家 我們怕不夠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要利用海外台商 我們也要拜託海外台商 因為我們海外的台商 跟當地國的政要 台北府都有在聯繫 我相信外交部都很清楚 你如果怕到處都是外交部 外交部都會拜託 不然這個拜託你幫我找這個人 拜託那個人 對不對 這個外交部很清楚 那是不是利用 利用海外台商 來做我們的第三管道 來走這些路 這是最好的基礎 你說我們是你們第二的外交部 這是對我們的國家 是一種很大的堅定 對我們的教民是一種很大的堅定 這樣對不對 真的感謝議員 真的感謝議員 所以議員可以說 盡量 盡量 跟台商接觸 讓台商來發育公連 我們剛才說的 台商是支持國家的 不管我們國家多大 多小 我都是你的國民 我就不陷我們設國家秀 你也不能陷我們台商說 你在外面賺錢 怎樣怎樣 還是外面散 這都不能這樣陷 每一個國民 都是為我們的國家在設想 為我們的國家在打名 是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委員 接下來請趙天寧委員質詢 尋找時間